大家好,欢迎继续来到麦子学院 那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斯芬克斯 搜索引擎的相关课程 那在上一节课里面呢,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全文索引和这个斯芬克斯的相关的一些概念 然后呢,咱们这节课呢,就是跟大家 带领大家来进行的实际操作一下 看一下这个斯芬克斯究竟怎么玩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继续导图 这节课呢,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斯芬克斯的安装和测试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安装的一个环境 这是我们在课后,就是上节课完了之后 需要跟大家说的,大家需要去做一些准备的 就这个操作系统啊,是CentOS 5.2G以上的 或者说是其他的操作系统也可以 但必须是UNICS衍生版的一些操作系统 今天为了讲课方面呢,使用这个斯芬克斯0.9.9 搜斯芬克斯就可以了,如果上不了谷歌的话 点这块 这是斯芬克斯的一个中文官网 官网,不是中文的 这是他的官网 好,我们来看到这里边 它现在的大版本是2.2.10 这个版本,但是都差不多 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一些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讲这节课之前 我们需要准备的这个安装的环境 好,那在讲课之前呢 我已经把这个CentOS已经启动了 这个是有一些普通界面啊 所以比较耗费资源 然后呢 CentOS CRT呢 之前已经连上了 我们使用这个CentOS CRT来连上了 那如果同学们呢 不会这个 怎样去搭建这个LAM环境 或者LNMP环境的话 可以参看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的这个 服器安装 服器PHP安装的那个真理课 那里边有详细的介绍 好,那这个是我们课前的一个准备 安装环境 好,看完了安装环境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安装的步骤 安装的步骤就是安装斯文克斯的一个步骤 那在上节课之前呢 我跟大家说过 就是这个斯文克斯的使用安装测试 它这里边安装 它也就是一个软件嘛 所以它和其他的软件安装都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解压 然后config 然后make,make install 都是这几步 然后呢 最最比较难点的 就是这个斯文克斯 就是它的这个配置文件 这个是咱们下 第三块咱们会跟大家去介绍的 好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安装步骤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为了这个方便的节省时间 我已经把这个斯文克斯已经上传下载好 下载好 然后已经上传 已经上传 好 好,我们直接先对它进行解压 我们使用它来对它进行解压 解压做好 非常快 进到这个软件目录下面 我们来看到有一个config 好,我们直接对它进行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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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把选项 怎么样 它肯定有一个选项 叫刚刚perfects等于usrlocal 下载四分个四分 然后刚刚withmystircle 它这个是建立在mystircle之上的 usrlocal 好,来对它进行一个config 好,这个config需要它服务器的编译软件的环境 gcc-reliber 这个应该非常的快 大家稍等一下 我这个是虚拟机 像实体机来说 它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慢 大家稍等一下 好,config已经完成 然后我们make make的过程有些慢 它需要把它编译成一些二军制的文件 二军制的文件编译成包 make in store就直接对这些文件包进行复制 所以这个步骤可能会有一些慢 大家稍等一下 好,我们再等它一下 等它一下,然后这块 然后安装完毕以后我们查看一下usrlocal四分个四下是否有三个目录 一个是beam目录,一个etc目录,一个var目录 无有的安装无误 beam目录是什么?beam目录下面有五个命令 有五个命令 有一个searchd,还有一个indexer searchd是在cli,就是咱们这个命令行我们需要使用的一个命令 这个也是我为什么使用它的原因 indexer就是这个所影器 etc是它的一个配置目录 它的配置目录 var是这个所影的数据目录 都放在这个目录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在make 在make的同时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在它make完成 make in store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进行配置实例和数据源 那第一个就是配置这个数据源 我们会在这里边 我们有mycircle mycircle 我们会使用这个test的数据库 先一张article表 作为四分个四的数据源 这个键表语句我已经跟大家写好了 已经给大家写好了 必须有一个primeo key id id作为这个组件 能够db的 然后进行先插入两条数据 我们进行一个测试 第二个就是咱们这节课的一个难点 也是一个重点 就是它的文件配置 文件配置 它主要文件的配置主要有这么大口 一个sauceman 这是它的主数据源 我们先不看这里边的这个数据 然后我会带大家来仔细的去看 第二个就是这个man数据源的这个主所以 这是它的一个大块 我们来看这两个话括号之中间的中型 待会带大家来看 主要来看一下这个结构 第三个就是这个索引器的配置indexer 还有这个searchd 它的监听的端口是多少 好 就是这么几大块的一个内容 其实这是它主要的一个内容 它那里边 配置文件里边 还有这个distribution 就是这个分布式的索引 还有这个增量 增量数据 增量数据索引 分布式数据 分布式数据数据索引 但是咱这节课呢 不是咱们讨论的重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应该还是在make 好 make完成以后呢 我们make install 步骤应该是很快了 make install一下 好 希望不要出什么差错 不要出什么幼额子 好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咱们这个编辑 这个斯文克斯配置文件的一些 主要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框架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使用这个bin 测试 这是在那个bin目录下 生成的一个测试的一个命令 我们来进行一个测试 待会儿会跟大家 一一做一个演示 大家稍微误造 然后等这个make install 完成以后呢 我们再来对 再来给大家来做一些 做一些展示 这个应该 来看一下 这个make install 这个make install 就这个用圆码编译啊 就是一个比较烦人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机器的性能不好的话 它就会 等待的时间啊 就会比较的长 但是如果你性能特别好的话 可能就一下子就就过去了 这个是比较苦恼的一个一个地方 但是咱们做练习的时候啊 也只能是使用这个虚拟机 我们来进行一个练习 大家可以来清楚的看到 它已经产生了一个EPC的一个目录 usr local 使用的是EPC 这个目录 应该是往这个目录下面进行考文件 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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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时间 我再开一个 再来开一个窗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部 下面的一个东西 我这个没有加到环境变量里边啊 我们可以加一个面量 我这个密码是没有的 我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库的一个结构 我们使用这个test的数据库啊 这里边没有表的啊 没有表的 好 那我们先让它make install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在这个test的数据库里边 我们先建一张article的一个表啊 作为这个四分课的一个数据员 我们先就不等它了啊 这个表数据已经写 可能已经写好 然后咱们再来是这一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这个数据库里边 test的数据库里边就有一个article表 这里边表的数据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好 已经成功 成功 然后呢 我们来进到这个usrlocal 斯芬克斯目录下 看一下 来看 LL一下 是不是有三个目录 bin目录 etc目录和var目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in目录下的一个文件结构 index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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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 随后我们会用这个命令来对它生成一个 所以 然后search 30d 这是它的一个进程 search是它的一个命令行的一个工具 我们主要来看这三个 然后呢 etc目录下 etc目录下 主要是这个4分4.conf 待会我们会重点的对这个 呃 斯芬克斯的conf来进行一个编辑 来进行一个编辑 这是斯芬克斯的迷你的conf啊 这应该是精简化的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呃 我们来看 再来看 wav 还有个wav目录 wav目录下面有一个data data目录是放这个 我们整会这个数据员的索引 索引的数据员我们会放 放到这里边 blog 他会记录一些日志 啊 不行 不行 好 那我们现在直接 嗯 vim一下 etc下的这个 斯芬克斯 好 为了保险起见 我先配置一份 copy一份 好 然后我们直接 vim etc下的斯芬克斯 好 我们来看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配置文件 主要的一个配置文件 我给大家来 这是我给大家写了一个底绩 可以介绍这下面来看 好 sauce srce srce 我们把这个改成慢 这是我们的主数据员嘛 这个名字啊 大家可以随便起嘛 然后这里边我们就给大家就给大家叫慢 这个type 啊 这上面都有注释啊 这上面都有注释 如果英语好的同学呢 可以读一下这上面的注释 这个type呢 他现在只支持这个my circle 啊 pg circle 不要来看 no types啊 my circle pg circle 他应该 对这个no circle 呃 还有这个no circle之类的关系 非关系型数据库 比如说这个redis啊 mongo db 啊 应该现在还是不支持的 circle settings for circle and pg circle types 啊 对 然后呢 circle host 啊 local host circle user 在这里呢 我们是root 啊 circle pass呢 我们是空 空的话就不行 db呢 我们使用这个test的数据库 啊 然后pod是3306 好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temp.sr 呃 temp.my circle.soc 给它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 在temp.sr 下是否有一个 my circle 是吧 他等会儿需要通过这个 来和这个斯丹克斯 斯丹克到my circle 通信 好 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继续再往下看 这些注释的啊 我们就给他先注释 注释 把这个先打开 这里边有给大家做一些 嗯 注释啊 my circle 检索编码 特别要注意这一点 很多人中文检索 不是到 不倒是数据库的编码 是 tpk 或者是其他非的utmf8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边需要 把数据库的这个编码 改成了这个utmf8 好 我们来继续来看 来看这个 来看它上面这个英文注释 man document fetch query 它这个document 是它这个斯丹克斯 呃 示例里边带的一个数据库 那这块呢 我们不去 不用这个document的这个数据库 不用这个document的数据库 我们把这个数据库来改一下 因为我们 我们来看这 我们刚刚之 呃 刚刚给大家建的这张表里边的这个字端 有什么 id title和contents 啊 所以我们这边就 slack the id title content from 不from这个document 我们把这个文章改一下 a r p i article fromarticle 这是它的一个参军的一个一个一个语句啊 cycle query cycle query 好 你接下来再往下看啊 这些都不用 因为我们这个没有那个group id 这个这个不断啊 我们直接先给它出示了 没有办法就给它出示 其他的不用管 好 再往下看 来看 这个也没有 这个也没有 这个 这次add 也没有 让我再看 cycle query info 这块也是需要改的 嗯 嗯 嗯 black seeing fromarticle 也是article where id 等于w id 那如果这块你是sid就是sid啊 是pid就是pid啊 我这块是id 所以我这块就写成id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 嗯 这个需求 这个键的表的id名是啥 它就是啥啊 好 继续往下看 啊对 忘了跟大家说了 这句话的作用是 就是我们可以用于这个命令界面 命令行界面 就是在cli 我们等会用那个search 来进行查询的时候 啊 我们需要用到这句话 好 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好的这块就没有了 那这块呢 是一个 呃 应该是它的一个增量的一个数据源 增量的数据源 那刚刚跟大家说了 我们这节课不讨论这个增量 增量数据源和增量数据源 所以 增量数据所以 我们都不讨论 还有这个分布式 啊 等会我们会看到这个分布式 啊 这会儿就这三行啊 这三行就是增量数据源 啊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 这个是主数据源 所以 它的source是慢 也是慢 那pass呢 是usrlocalvardata test1啊 我们给它改成了 好 刚刚跟大家说了 这个var目录下 就是 这个var目录下的data 目录就是放这个 数据源索引的 啊 下面都不用 都不用看 这块已经跟大家写清楚了 大家来看 dockinfo external的文档信息存储方式 文档信息存储方式 external 就是外部的嘛 mlock就是缓冲数据内存的 内存锁定啊 这些都是默认的 咱们都不用管 不用管 然后一直往下看 stop word wordforms 这些停词啊 这些都不管 我们来看这块 xsettype sbcs 这个应该是 我们需要把它改成这个 utf-8的 要不然它 它等我会乱嘛 xsettype 这是它的一个数据编码 然后我往下看 这个注释的话都不用管 就往下看 好 这是它的一个增量数据的一个索引 我们把这个注释掉一下 好 这个是distribute index example distribute index example 好 这块也是不用去管 distribute就是分布式的一个意思嘛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从492行一直给它注释到这个523行 492行 一行一行的去注释 太累了 492行到523行 它的这个手部位 好 好的 接下来呢 就是indexer 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生存器的这个设置 memory limit 这就是memory limit recommend是256兆到一个G 先令24兆 这块是给32兆 那我们这块的话 默认是32兆 这块给它个128兆 因为是讯息 然后我这台机器 就是这个宿主机的 这机器的内存也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就给它来的少一些 好 这个就是这个indexer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配置 我们把它对这个 所以内存的一个大小 换着开来 4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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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tings 这就是我们那个 如果你想启动这个进程的话 它默认的这个端口是9312这个端口 9312这个端口 这个都不用改 这个它的这个log日质啊 是在这个warlog下面 刚刚都已经跟大家说过 这个高亮是有些问题啊 先别管 这这块都不用管 30d应该是不用管 这是进程的一个 好 那这个是到这块 就是uf啊 已经完了 完了之后呢 我们保存 保存退出 然后我们来看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东西 好 那这块呢 那我们就使用这个bin-indexer 来 刚刚二来对它进行建立所有文件 这是建立所有文件的一个命名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啊 这块报了一个错误 arrow will load in share libraries 就是这个 就啊 利波 circle 给它 ます 应该是没有这个 他找不到这个 Libberg My Circle Clients Libberg My Circle Clients 就叫Iso 我给他拷贝到这个 拷一份到这个Libberg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他就不报错了 不报错了 然后我们bin index 刚刚out 刚out的意思就是 和这个mine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因为刚刚out就是所有 然后咱们刚刚对这个配置文件里边 也就只有一个mine的一个数据员 所以我们直接刚刚out 好 我们来看 我来看这块 给大家高亮的这块 四分个资0.9.9 这是它的一个大版本 然后using configure file 我们使用的这个配置文件 是在哪呢 是在usr local 四分个资 etc 四分个资 这个文件下面 然后我们index indexing index man 对这个man 这个数据员进行一个索引 然后collecting 0.0 照币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只是对它建立了一张表 但是并没有对它里边进行插入数据 对吧 好 那我们刚刚是忘了这一步 我们来 给它贴一句 然后再给它贴一句 好 那这样的话 这张表里边就有两条记录了 select pin 好 有两条记录 有两条记录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生成这个所有 好 我们再次来看啊 我们可以对比上面这个来看 再次来看 也是啊 上面都都是一样的 从这块来看 collect to docs 就是两篇文档嘛 两条记录 就是两篇文档 然后total 两篇文档 然后一共是34个字集 一次读 五次写 好 那这样的话 就已经生成了这个 所以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 并下有一个命名 并下一个search 然后呢 因为我们刚刚插入了一个linux 然后我们直接就搜这个linux 好 我们来看 SQL query 这个 报了一个错误 报了一个错误 好 我们来到这个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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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啊 这个table test的article 我这个在配置文件里边应该是这个article这个单词写错了 好 我们来赶一下啊 我们来赶一下啊 来赶一下 单词写错了 应该是在sicle query 做rl s 好 我们来看 article 我们这次再来看 这次再来看 那刚刚这个错误啊 刚刚就是我给 刚刚这个报的这个错误啊 就能充分的证明 我们在使用这个命令的时候 其实上它是调用了 我们这个Sycle Query Info 这句话 这个查询语句 这个查询语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bin search linux 这上面不用管 然后我们来看这块 Display matches 就是展示这个匹配项 第一个 就是document等于1 就是有一篇文档里边有它 哪篇文档呢 id等于1的这篇文档 title还是linux content是linux so good words 这是它的一个词频 linux 在一篇文档里边 然后两次 两次被命中 两次被命中 好 那个为了 呃 咱们这个 能够多测试 我再加几个数据 好 我在这块再加一个pnp 嗯 然后 sqlnx 然后再加mite sqlnx 好 我又加了两篇文档 那 我在再次在这儿 并search linux的时候 我来看啊 它只有和上次 是一样的 那刚刚我已经加了两条 那呃 加了一条这个linux 啊 那按理说呢 会多出这么一条linux 这这么一条文档来 啊 在这儿会多出这么一 多出一个文档 比如说id等于2 id等于3啊 title等于 title等于linux 然后content等于phplinux 那为什么 我现在使用这个命令 就不行了呢 大家想一下 为什么不行呢 好 那我直接跟大家说一下 那我们再加这个 新加了这些数据以后呢 我们需要重新的生成这个 所以 重新的生成这个数据 所以 大家来看啊 刚刚是两篇文档吧 现在collect4 四篇文档 也就是四条数据记录 对吧 提供70个字节 这次我们再来搜 这个bincet下的linux 我们再来看 是不是 它和我们刚刚预想的 这个设想是一样的 对不对 啊 document等于1 然后 title等于1 title等于1 id等于1 title等于linux 可能的linux是好的 然后这边wordslinux 它是两篇文章里边 有三次命中 这是它的一个词评 出现了三次 来看一下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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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13次 对吧 同样 我们这个斯分克斯 也可以 这个就是两篇 两篇文档里边 然后出现了两次 词评是两 词评是2 词评是2 id等于3 title等于linux content的phplinux 它会把这些 给你搜索出来 那这个是在我们 这个命令行下 并下面有个search 这么一个工具 我们来可以 可以后面跟 我们想要搜索的 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 搜索出来 可以展现出来 好 那这个就是斯分克斯 我们使用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点 出现以上代表 所以你就已经成功 这个是跟大家 是之前给大家 结的一个图 然后我们在下一节课 我们会使用这个php 我们会把这个 斯分克斯的这个 931这个进程 给它开启 开起来以后 我们会用php去连接 然后php怎么去 使用连接这个斯分克斯 然后去做一些 查学 然后最终展示到 这个web界面 这样的一个 一个方式 好 那本节课呢 我就跟大家讲这么多 是跟大家讲了 斯分克斯的一个配置 一个安装 一个配置 配置是它的一个难点 希望同学们呢 在课后呢 能够认认真真地去做一些操作 好 那本节课程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再见